欢迎收看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区台北小城社区获得新北市优良公寓大厦评选 山坡地社区营造与关怀特色奖 新店区小城里里长郭仁泽获得特优里长殊荣 持续要以优质的服务 立批下届里长连任 新北市维持学会出版进攻的家庭部一书 让更多人了解广心理发展史 111年度公费流感疫苗开放接种 新店卫生所采现场发放号码牌与网路预约两种方式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一起来了解 王芝琪如何兼顾品查文化与流行风潮 位于新店安坑地区的台北小城社区 日前获得新北市111年公寓大厦 山坡地社区营造与关怀特色奖 台北小城社区除了长期与礼办公室合作 举办共餐、独居长辈关怀等活动之外 疫情期间也积极配合居家检疫关怀 和各项宣导以及环境清销 因此实至名归获得了这项殊荣 新店台北小城社区日前荣获新北市111年 优良公寓大厦评选中的 山坡地社区组社区营造及关怀特色奖 小城里里长郭仁则表示 这项评选依照社区形态分为五个组别 另外再分为管理特色、绿环境特色、营造与关怀特色 以及防灾推动奖 其实我们是四个奖项都有报了 很希望可以四项全能 但是看来评审觉得我们的关怀做得特别好 所以才很荣幸的这一次拿下这个奖项 虽然没能够一举拿下四个奖项 但能够在社区营造及关怀特色奖项中 获得评审肯定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在这个奖项的评比包括了老人共餐 社区独居长辈关怀、敦青木林等多个项目 里长郭仁则指出 除了固定举办共餐 另外社区也会在节庆时规划活动 而在疫情期间则发起了社区清销 以及协助居家检疫关怀等等 社区和礼办公室之间都能够相互搭配 给予居民最迅速、最直接的帮助和关心 小城里跟台北小城社区的范围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在疫情期间 很多长辈或是住户 他有防疫隔离的需求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就有很好的联系 只要他有需要 我们就会去关怀他 甚至是去帮他做采购 或者是拿药 他们远去看诊之后去帮他们做服务 所以这样子一个很棒的服务 得到了这个评审的认同 所以说还是要感谢我们公园会 可以跟礼办这边有很好的合作 让我们可以一起共好共融 位于新店安坑地区的台北小城社区 环境优美、生态丰富 近年来也以多样性活动凝聚居民的共识 更在社区管委会和礼办公室的共同努力下 在今年的优良公寓大厦 110个社区评选中 得到了高度肯定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区小城里里长郭仁泽 去年成立了新店区第一个 以礼为据点的爱心任养小站 协助流浪动物TNR和任养 因此在新北市洞宝处的推荐下 荣获特优里长 而除此之外 郭仁泽在社区营造 老人关怀 以及礼内各项建设都相当认真积极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他力拼连任 希望未来能够继续用城市的服务 为小城里打拼 带领着李明一同投入参与市预算提案 并且让桥仁公园大改造 而去年则成立了新店区 第一个以礼为据点的爱心任养小站 新店小城里里长郭仁泽 继先前获得动保金职里长奖之后 日前更获得了新北市特优里长奖的肯定 这一次得到这个特优里长 其实是由我们新北市动保处 他来做提名 因为我们小城里有执行这个爱心任养小站的业务 那其实我们社区的爱妈真的是非常厉害 我们今年哦 送养的猫咪就有五十多只 不知道是不是新北市第一名 但是这个数量其实我们处长给予肯定 那也很荣幸可以被处长推荐 成为特优里长 那我们在动保这一块 小城这边一定会继续努力来做 四年来担任里长工作 郭仁泽表示 能够更了解服务的精神 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李明的问题白白种 甚至是相当之为末节 就像是他曾经在里长开箱分享中 秀出了里长最需要的各项器具 不论是抓舌 排解停车问题等等 他都会积极的想办法协助解决 问题会非常的细节 但是相对的你也可以跟他们 有非常深入的交流 那甚至说 有时候服务完就变成朋友了 虽然说很辛苦 电话是不分早晚 像可能晚上11点会有 李明达来说 里长我家有蛇 怎么办 然后我就要去抓蛇 很细节的服务 或者是一大早 他早上起来 家里的门口被别的车挡住了 那我也要赶快帮忙排解 所以说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这个基层的服务 让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充实 郭仁泽说 在第一届的任期内 已经完成了四座公园的改造 但公园内还有很多硬体和设备 需要进行更新 另外由于小城里未处山区 所以防灾方面更需要重视 而高地社区的自带水问题 也是客不容缓要处理的 所以希望未来能够持续为小城里打拼 在防灾这一块 当然会继续的去监测 持续的去观察 是不是有一些重大的工程 可以再去做加强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区的自带水问题 因为我们社区的自带水是跟自带水处贷管 那这个契约也即将要到齐了 当然为了我们全体里民的这个用水权益 我这边是一定要展开协调 继续来与自带水公司 看能不能再达成下一个20年的长期的这个贷管服务合约 把每一位里民当作好朋友 把每一位长辈当作自己的家人 郭仁泽四年来除了让里民感受到里内种种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一颗诚挚服务的心 把小城里打造成最有爱最美好的生活环境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为让更多人了解新店广心里的发展史 新北市文史学会出版《尽管的家庭报》一书 这本书花了四年的时间才辛苦完成 作者周祥传是广心在地人 他希望透过探寻与记录广心文史 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心力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新店广心地区的古往今来 新北市文史学会出版《尽管的家庭报》一书 并且在广心长福岩清水祖师庙举办新书发表会 促成这本书问世的新北市议员陈宜君也到场关心 新北市文史学会专案执行长夏胜离表示 《尽管的家庭报》是作者周祥传 花了四年时间才辛苦完成 后来我就请周祥传 因为他是在地小坑人 那就请他来弄 他也有兴趣 那之间当然跟祖师庙这边 还有跟地方上做过很多次的访问 调查 收集资料 所以今年就完成了这本书 四年前我们管理委员会主委他来跟我提说 针对这个庙的产 那个财物啊 就是这个怎么继承的问题 那我们在想是不是有一个历史脉络可以找到 关于这个63公和的这个墓碑的事情喔 那我们就跟文史协会夏胜离老师跟他提这件事情 周祥传先生指出 现今的新建区广新里在清代时 隶属全山堡 包含小坑 笨角 家庭部 与金工A等四个区域 家庭部指的就是广新 金工A 家庭部全书有20万次 分成肯拓 产业 交通 信仰 访谈等五个部分 描述广新里的发展过程 而屈指国小校长林喜恩也期盼这本书 可以成为最佳的地方文史教材 因为我是这边的人嘛 我就一直想为故乡做一点事情 但是就是因为以前都在工作 所以说比较没有时间 因为最近我就退下来了 职场已经退下来 我就开始写 那我们希望这本双书能够转化成 学生可以认识家乡的一些教材 那同时结合我们教育局所发行的故事新店 那另外学校百周年的专刊 这些故事让孩子在对家乡能够有所认识 金工A 家庭部除了文献与史料的考据与技术 当中在地其劳的口述历史及顺口六彩籍 更是作者亲近乡里贴近土地的特色书写 让社会大众可以更深入认识广新里这个地方 记者声明家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111年度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起开放接种 新店区卫生所采分流方式进行 包括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在现场发放号码牌 以及网络预约避免造成群聚 111年度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起开放接种 为了避免群聚 因此新店区卫生所采分流方式进行 包括现场发放号码牌以及网络预约 新店卫生所护理长陈宇德表示 公费流感疫苗现场耗施打时间为 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8点半到11点半 会在当日上午8点发放号码牌 第一种的话就是现场会发放70张号码牌 那原本上我们是8点开始做发放 那目前的话因为民众他排队比较踊跃 所以说大概7点到7点半之间就会来做排队 网络预约部分则会在7天前开放预约 星期一到星期五从9点半到11点 共有4个时段 新店卫生所也提醒 请民众依照预约时段前往 一面九后 现场预约的话我们就从9点半开始 每半个小时预约20位 总共有80位可以做预约 总共150位 目前公费流感疫苗第一阶段开放 接种对象包括65岁以上成人 6个月以上到入学前幼儿 国小到高中职 5专1到3年级 高风险慢性病 罕见疾病及重大伤病患者 等等九大类族群 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前往 卫生所与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此外 新店卫生所也建议 符合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对象 包括公费补助71岁以上成人 以及新北市自购疫苗 补助65岁到70岁成人 与涉及本市55到64岁原住民施打 左流右肺达到双重保护 记者成品这门期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要来看看是 用心爱台湾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本帅 大兴电网络搭配WiFi6 不但提升传输速度及上传功能 更减少无限干扰 进阶提升WiFi覆盖范围 让您在家办公 线上学习更宽广自在 申办大兴电网络500Mai 免费升级WiFi6 及借用MeshWiFi 相信请卡2917 3939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Channel 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提到了品茶文化 大多数人恐怕会眉头一皱 认为那是只有茶艺师才会懂得学问 不过唯肯茶艺的王芝琪可不这么认为 过去在厦门经营茶业事业 三年前选择回到了故乡高雄老岩城开店 思考如何兼具精品茶水准与品牌特色 并且善用时下受欢迎的元素 推出冷泡茶以及创意小熊冰砖 更仿效日本的板前消费模式 客人能够直接欣赏到泡茶艺术 你来我往的举杯之间谈论茶叶 讲述老岩城的过去 透过一次次的交流 将品茶文化与历史故事 带领到现代人的日常之中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大家会觉得泡茶在早期是很封闭的事情 就是自己家的人在自己家跑 我们是希望透过像板前这样子 日本料理跟师傅沟通 或者跟师傅聊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曾经光荣码头 还有真爱码头这两个地方 他们只知道现在就叫这两个名字 早期叫什么 连很多老一辈的都不知道 你如果不是住在沿城的都不知道 他叫沙阿爹 我以前我阿公就在沙阿爹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我们在地人 有去做这些当然就是口语的传承啦 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吧台这边跟客人的交流 很多人会问说 像我们刚回台湾啊 我们家人啊就是阿公啊我妈妈啊阿姨啊 每个人都问我说 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 像你这样做得敢不贪心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刚最前期的时候才会 大家都不看好 我真的很好笑欸 我一开始要开这家店的时候啊 大家不了解我要开的形态 每个人都跟我说 你要不要这里开一个窗户 然后我们就做饮料店吧 就是手摇饮 我就跟他说 手摇饮我怎么做 我都拼不赢新热街跟七弦路 现在的年轻人在喝 我们都说喝的是手摇饮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先从冰饮的部分下去做一些变化 就是做各种的造型 比如说小熊的冰砖 或者是像喝酒一样 因为其实喝酒文化在年轻人也非常的兴盛 所以像喝酒一样 然后你让他一杯一杯的Shot 可以喝到不同的风味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引领他们的兴趣进入 原来茶也可以这么玩 我们在早期接触的时候 因为是到现在 我们都会觉得后面断层好深好远的一段 所以我会觉得更有那个使命要去把这一件就是 喝茶的文化这件事情把它带上来 然后希望大家看到的 不是只有表面他漂漂亮亮的那一面 而是我们从日常生活都可以去随手可得 精品茶的部分 因为太多 太多来我们这边喝茶的年轻人 其实都会都会说 啊那个我看不懂你在做什么 所以我更加的相信 我做这个吧台是对的 把他们引领进来进入到这个老灵魂 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桥梁 那我还满乐在其中 就是去做这一个桥梁的 接着来看 不会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店让你WiFi6用好用满 申办大新店宽屏 一居宽屏上网只要999元 全家同时使用快文广 速洽2917 3939 最大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透过多功能数位机上盒就可以观看 限时优惠中 欢迎电洽2917 3939 为了改善新店区环河路地下道照明提高行车安全 新北市养工处8月15日至11月12日 每日夜间10点到隔天上午6点进行照明改善更换工程 111年度公费流感疫苗分阶段开放施打 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 第二阶段从11月1号起 请符合条件的民众踊跃前往接种疫苗 新北市兵葬管理处8月1日至10月31日 办理40份多元化示范公墓数葬区改善工程 施工期间新店区公所暂停受理民众数葬申请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电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